对着亲人大声呼喊 情绪极尽失控 因为母亲的情况一度危急 55张病床的医院 要应付超过百名病患 不止设备不足 连医护人员都自顾不暇 印度疫情大失控 民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令人心碎难过的故事 一桩接一桩 还有两名男子被迫骑摩托车 载着父亲的遗体前往火葬场 因为沿途没人敢帮忙 印度连续13天单日确诊破30万 四号一天飙破2000万例 连邻国尼泊尔和巴基斯坦 确诊人数也飙升 一名印度籍的探武士报记者 打上最后一班往英国的班机 他爆料危机早在2月就开始 今年初印度野心勃勃制作疫苗 甚至展开疫苗外交 1月底成功缓解第一波疫情 单日死亡人数少于100 总理莫迪大力塑造成功抗疫的形象 民众一片歌舞升平 政府吹嘘群体免疫 我们现在只能够疫苗2% 我们现在已经被疫苗栽造成功抗疫 我们已经被疫苗栽造成功抗疫 调雨清新 民众疫苗施打率偏低 政府拼选战刻意淡化疫情 加上2月3月 民众报复性出游聚会 大湖节更成了最后一根稻草 让印度的疫情彻底失控 甚至央及全球 权利新闻 赖英宏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